6月10号大批球迷在北京国际机场迎接球王梅西的到来 不料梅西的此次北京之行却上演了人在窘途的一幕 尽管这并不是梅西第一次来中国 但在机场梅西被拦住了 原因很简单 拥有双重国际的梅西 这次拿的是西班牙护照而不是阿根廷护照 与台湾和西班牙可以落地签不同 根据协定持西班牙护照者入境中国需要提前办理签证 这让球王很是无奈 问出了一句台湾不算中国吗 机场海关瞬间成为打脸现场 这留了两个小时之后 梅西办好了加急签证成功入境 但是两岸的网友们兴奋了 直呼梅西不知道是辱华行径却辱华了 恭喜球王成为台独 根据亨利护照指数最强护照排名 台湾拥有146个免签国家 护照好用度排名全球第32 远远甩出中共的护照 而中共官方2023年公布的 与中国实现全面互相免签证的国家只有15个 且都是不发达国家 在舆论炸锅之后 6月11号中共官媒不得不出来辟谣 称梅西入境没发现什么问题 出问题的是他的队友奥塔门迪 而且不到20分钟就顺利解决了 结果有球迷出来揭穿说奥塔门迪和梅西不是同一个班机 甚至不是同一天来的官媒瞎血 护照乌龙之后 梅西的窘途才刚刚开始 从机场到梅西下榻的酒店 粉丝们从10号傍晚守到11号中午 还有大批球迷一路狂奔如影随形 梅西原定于11号晚间前往鸟巢训练 结果因为门口的球迷太多被迫取消 原定14号举行的球迷见面会也宣告不办了 梅西只能被迫宅在酒店在宴会厅里训练 为了阻挡粉丝 酒店甚至拉起白布 还有工作人员声东击西 让梅西走员工通道进酒店 引来许多球迷破口大骂 还有的球迷发信息给朋友 开玩笑说我是梅西 结果就被停机了 运营商给出的理由是 后台识别到了敏感词汇 所以停机处理 梅西此次的中国行 主要是为了参加国际足球友谊赛 届时将会对阵澳洲 比赛将于15号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 新唐人记者瑞丽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